近期冠病病例增加 也有不少人感冒 加上天气炎热 带动凉茶需求增加高达三成 环境局表示 这个星期炎热天气将持续 受访的凉茶业者就预计需求增长还持续一到两个月 来看记者李雨婷的报道 这家位于市区的店家售卖养生汤品和饮料等 业者表示 因冠病和流感 店内的凉茶销量增加 其中生磨川贝杏仁禄 罗汉果乌梅茶和24味茶等尤其受欢迎 全岛有60多家分行的另一家业者表示 近几个星期的凉茶需求增加一到两成 当中清热降火的菊花茶和阳申罗汉果茶教授欢迎 受访中医师则指出 脾胃虚寒的人应该尽量少喝凉茶 一般人一个星期可喝两三天 日常饮食则不该因为贪凉 而食用太多生冷食物 因为天气热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能会喝比较多冷的饮料 像是泡泡茶或者是吃冰淇淋来解暑 可是如果吃太多这些会伤害我们的脾胃 导致我们消化不良或者是肚子痛 甚至是出现泻肚子的这些症状 医师也建议要清热解暑可选择霍香茶和下枯草茶 纳德冠病刚刚康复的人则可选择薄荷茶和枇杷叶茶 来缓解后期喉咙不适的情况 新传媒新闻信息者李雨婷报道